女人被一觉吓醒 做了这辈子最害怕的一次噩梦 如果是假的也就算了 可偏偏这个噩梦 她已经切切实实地经历过一次 在穿越前 她就是因为狗子乱跑 结果追到一处小路后 被迎面而来的汽车撞翻了过去 肇事司机跑路了 等家贤从医院醒过来后 已经是落下了双腿残疾的一幕 也就是从这天往后 她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 甚至一度有了自杀倾向 然而直到一天 一个院长给她打电话 说能给她个重生机会 带她回到一年前的时间里 家贤怎么可能会不同意呢 而让人喜出望外的是 她真的穿越回了过去 双腿也恢复到了正常模样 只是重来的命运真的会改变吗 这天家贤躲在了家里不敢出门 因为在穿越前 她就是今天出的车祸并失去了双腿 如果今天不出门 说不定就能从此改变命运 可谁知才刚到晚上 好闺蜜就突然打来电话 嘴里还说着必须要过来道歉 原来就在家贤穿越后第一天 由于太过兴奋 原本计划去宠物店的她 突然就改变主意 打算回家见一见自己未婚夫 然而谁知道 当打开门的瞬间 却撞见了闺蜜和未婚夫的不堪场景 三人六目相对 气得家贤转头就离开了这里 原本几人也没再相互打扰 可谁能预料到 闺蜜竟然后悔 非要在今天过来 向家贤道歉 家贤察觉出了不对劲 她急忙顺着小路 很快找到了闺蜜的位置所在 可是这一看不要紧 闺蜜的死亡方式和地点 都跟她穿越前的遭遇 简直是一模一样 而唯一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家贤失去的是双腿 而闺蜜直接当场死了 家贤立马找上了院长 质疑着穿越 是不是会有着不良后务 如果不是她穿越 回来改变命运 那闺蜜好好的人生 怎么可能会提前结束呢 不过院长也有些懵 她也是头次经历这种事情 院长劝家贤不要着急 如果说命运是注定的 那是不是肇事司机 也是同一个人呢 家贤仔细回想了一下 在穿越前撞她的 是一辆白色的汽车 由于车辆太过大众化 所以即便是报案 也没能抓到嫌疑人 不过等等 穿越前确实是不知道 但是穿越后 她却见过这辆汽车 因为汽车后面 有个独有标志 而这汽车的主人 正是他们穿越团里的 其中一位女伴 这女人也不难找 家贤通过电话 很快便约好了两人见面 只是当见面后 女人却说出了 另一个恐怖秘密 这事是 那你那你也不相信 那你那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 那你不相信